很多人都有吃過的吃到飽麻辣鍋店 小萌牛 你有發現嗎 這幾年爆發了關店潮 北北基僅存的最後一家西門分店 公告因為租約到期 只營業到十月二十號 消息一出有許多老顧客很捨不得 對此集團就強調 目前正在規劃自動軌道送餐 未來會在三重盧州這一帶 尋找更大評述的勳迹點 粉嫩肉片下鍋輕輕蒜十秒 肉香噴發入口即化 各種海鮮甜點 冰淇淋通通讓你吃到飽 精華就是蒙古風味湯頭 用多種香料植物和豬大骨熬煮 兩千零九年開業的小萌牛 麻辣養生鍋 紅極一時如今卻爆發關店潮 位在西門町商圈的這一間 小萌牛麻辣養生鍋 是北北基的最後一間分店 沒想到官方卻突然公告 因為租約到期只營業到二十號 去年才收掉內湖店 如今西門町也將熄燈 未來北北基分店全均覆沒 有勞顧客不捨也有人早對吃到飽 火鍋失去興致 集團強調目前正規劃自動軌道送餐 以減少人力需求 剛好西門町租約也到期 未來將鎖定三重蘆洲等大坪數據點 而其實集團旗下 還有個人國股副品牌 壽喜燒以及個人燒肉店 來拉抬市場競爭力 火鍋吃到飽競爭激烈 因應消費趨勢 適時整頓才不會成了時代的眼淚 記得做正夜湖台被送的